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开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世界神话系列 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国外大神制作了一个世界神话地图 这里面几乎囊括了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相关的神话的一些时间、事件和生物 在全球神话范围内我们发现有很多相似的一些事件或者是神秘的一些生物 我们从这张世界神话地图中可以看到 里面有很多东亚特别熟悉的生物 那就是中国的龙 其他的一些生物相信大家肯定很少能够知道 其中有很多非常小众的神话或者生物 它们所在的族群都已经几乎是失去了传承 由于众多的神话和传说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可能会分几期来分别讲一下这张 世界神话地图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神话传说或者是神话生物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可以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推送 今天我们来讲解第一个 那就是黑暗中的恶魔 专门以人类为食的食人魔 温迪格 世界上每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一些传统或者神话 例如在苏格兰高地人都有女妖的一个传说 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也流传着一些野狗的一些传说 在美洲原始的北方居民 阿尔刚坤人讲述了传说中的温迪格的故事 温迪格是印第安人所传说中的一种食人的一种怪物 在美国北部和加拿大的阿尔格基安族印第安部落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一些传说信仰 温迪格是他们传统信仰禁忌的一部分 其中最领人著身的就是阿尔基瓦人 索尔托人 克里人以及球鹰人 温迪格是生活在寒冷的北方森林的一种传说温迪格的本身是一个人 只是在恶魔附身的时候开始疯狂的一些吃人的一些行为 食人的行为是这个人在多种方面的情况下都变成了一个怪物 最终变成了一个具有人形和怪物形态的一个食人怪兽 因为受到各种诅咒 永远停留在各种饥饿的一个状态 他是非常爱他人 尤其是喜欢吃人肉 一般会在漫长的冬季才会进行 一旦苏醒过后呢 他就会大量的捕杀害人类 这种怪物 他是非常高的一个脊伤的 他会模仿人的一个求救生而吸引力 还会躲藏在床底下 等人类安然入睡之后再进行一个偷袭 特别是在17至18世纪之间 如果有当地的人在冬天里进行失踪 那么人们通常情况下会联想温迪格进行一个偷袭做造成 在印第安传说中 温迪格都是一种暴食贪婪的发生 他们不断地寻找新的一个受害者 为了得到这种力量 温迪格甚至自相残杀 吃掉对方的温迪格 然后才会变得非常地一个强大 如果人类想要变成温迪格 那必须要自相残杀 直到获得真正的一个恶魔 温迪格的原始 一旦变成温迪格后 人就会形成一个嗜血而暴力的一个巨大怪物 在传说中 这个人通常会变成一个毛茸茸的一个大怪物 他就是为了要吃更多的人 这个怪物看上去是非常像传说中的大脚怪 但是他比大脚怪更大 更卑鄙 更加的一个丑陋 通常这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转变 就像是狼人一样 他会间接性的一个变 温迪格通常是一个变形者 可以随意回到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 或者是在冬天变了形 春天来临之后又重新变回了人 尽管各个传说都有描述的一个不同 一般都将温迪格视为一种残忍 欧敌运有巨大的一个精神力量的一个超自然个体 他们被认为是一种遭到恶灵 附身人类变化而成 在面临各种困难之后 他们会同类相识 他们有时与冬天相互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在北方 天寒地冻 以其伴随着各种的饥饿或者是饥荒 此外温迪格这一词也被 阿尔纲观人用作形容特别是贪婪无厌的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个性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民间那个传说的谣言 实际上关于温迪格 世人的事件是曾经确实有发生的 在各种不同的传说中 温迪格的特征是各不相同 因此除了一些相当普遍的一个基础知识外 很难准确的描述温迪格是什么样子 而在大多数提到这种庞然大物温迪格 它是一种由骨骼和心脏由冰锁组成的一个怪物 它整个通体是非常透明的一个巨模 它身高一般在20至30英尺 巨大的嘴上长满了突出的长牙 呼吸声的气息是参丝不齐的一些齿缝 发出非常刺耳的刺刺的声音 它整个眼睛布满了各种血丝 一码长的一个脚掌 只有一根脚趾 手掌的尖尺可以轻易地在树皮上 留下一个深深的一个划痕 它是一种非常力大无穷 足以推导其阻碍其道路的各种树 首先它整个外形是非常憔悴和消瘦 它的整个皮肤像缩水一样褶褶着 它就是一个皮包骨头 仿佛是凭借着整个骨骼 来推动整个的一个皮肤或者是身体进行行动 温迪格的整个的一个肤色成一个死灰色 其干燥的皮肤下面紧绷着的一个骨头上 使它的整个骨头从皮肤中间暴露出 面部呢带着一种死亡的一个灰色 它整个眼睛呢深深地凹陷下去 因为冻伤的原因呢 而失去了大量的一些皮肤 所以看上去呢像是一种 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的 心下脏的一个尸骨 它腐烂的嘴唇上面散发着 强烈的一个血腥色 所到之处呢都散发着一种怪异的一个气味 通常是一种多毛的一个特征 也是非常常见的 而这种生物的嘴唇呢是非常的小 几乎盖不住它巨大的一个养殖 温迪格呢速度是非常快 力量也非常大 它通常呢拥有变化的能力之外的一些魔法 这些怪物呢脚长得是非常大的 这种动物常永久保持着一种饥饿的状态 首先呢这种怪物的传说范围是非常广 从北美到加拿大 再到部分的英国的部分地区呢都有设计 在已知的描述中呢 温迪格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呢就是它体型非常瘦大的一个巨魔 身高在4到5米之间 嘴上露满了整个的尖压 呼吸时会发出刺耳的一个声音 而且力大无穷 第二种就是一个类似于活尸的一个声音 它整个体型在2.5米左右 皮肤是非常的苍白 充满了死亡和腐朽的气息 看上去就像某种变异的一个丧尸 第三种呢则认为是温迪格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形态 一般是一个长着鹿头满身腐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恶魔 因为在西方的世界里鹿首或者是羊首这种人性生物是极其不吉祥的一个存在 所以呢鹿首的温迪格呢被传播是最广的一个形态 其实呢温迪格也是什么都吃 但是呢最喜欢吃的就是人肉 它们通常出现在食物匮乏的一个寒冬躲藏在森林之中 随机呢捕食路过的一些人类 阿尔根坤人认为出门狩猎的人若是无缘无故的失踪 那便是遭到了温迪格的一个毒手 温迪格里的胃呢它是一种无底洞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因而呢受为贪婪欲望不满的一个象律 阿尔根坤人仍相信若一个人过度的贪婪无节制度 或是出现同类相识的一种行为 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为温迪格 其实早期的美国探险者也记录了这种说法 苏惠传教士记录了16世纪以来各种遭遇或者是 907年在阿尔根坤人阿尔杰农写了一个短篇的小说 记录了这种生物发生的一个事情 当时呢他正在和一个狩猎队在加拿大地区进行狩猎 这本名字就叫温迪格 大约在同一时期 另一个来自克里族部落的男子土著 向一个传教士讲述了他遭遇野兽的一个经历 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擅长杀温迪格的一个猎人 他声称他一生中杀死了14只温迪格的 而且他自称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萨满巫师 帮助他战胜了这种虚无的一个恐怖 最近那个传说要从1983年说起 就是在1983年一场罕见的大暴风席卷了整个的加拿大本部 在那里呢有一个相当落后的一个小村庄 每个村庄都过着食不果腹的一个日子 这场暴风雨之后呢 让更多的村民无法外出打猎 所以就在某一天村里一个叫做安娜的小女孩失踪了 本来大家都以为小女孩可能是外出迷路了 甚至有一些人自发的向森林进行寻找 但是由于整个天气特别的寒冷 所以他们只能在附近进行转来转去的进行寻找 大家都认为安娜呢如果是在这个天气外出绝对会被冻死 他们找不到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感到了非常的一个恐惧 到了第二天村里有人发现有个人失踪了 失踪的人正是安娜的母亲 大家同样也找不到她 此刻的村民呢也还在议论 会不会是安娜的母亲想要找回自己的女儿 所以独自一人在附近的树林进行寻找 这个想法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大家又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安娜以及安娜的母亲都失踪了 为什么安娜的父亲奥里也不见了宗业 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见到奥里的什么动静 于是大家都去了奥里的一个家里查看各种情况 当他们推开房门的那一刻 眼前的一切让他们令人作呕 在屋子的中间已经熄灭的一个火堆里搁着一个大锅 锅里面煮着一块不知哪来的肉 而在锅里下面摆放着一根根的骨头 经过辨别那就是人骨 联想到这两天失踪的安娜妇女 锅里煮的究竟是什么显而易见 可是罪魁祸首的奥里究竟去了哪里 几天后有人在附近的山上看到一个浑身燃血的一个人的怪物形象 他张开刘雅嘶吼着跳来跳去 仿佛到处找吃的 受到惊吓的村民立即回到村子里 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众人 大家才明白这个怪物就是奥利 他已经变成了温迪格 后来很多加拿大的村民都声称自己见过温迪格 根据这些目击显示 大多数的温迪格身高在4到5米之间 有着非常长的獠牙或者是舌头 整个身体看起来是非常的强壮 一般温迪格它是独来独我 所以加拿大的一些地区称其为独自生活的一个邪力 就像很多怪物或者是神秘生物的传说一样 除了一些二手资料或者是目击证词以外 它们存在缺乏具体的一个证据 关于它们的存在 一些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一些剥皮行者的农场 最重要的是 这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强烈的超自然现象 除了它的名字 UFO或者是一些其他各种非自然的一些奇怪事物 据说以外经常出现 国家地理频道播出了一档纪录片真人秀 记录了发生的一切 在某处的一个地方发生了牛被知己 或者是失踪的一个事件 自1996年以来 主人公和他的妻子又一直生活在这里 他们与农场那些超自然现象的有无数的一些故事 他们关于温迪格的理念更倾向于 它可能是来自外星的一个生物或者是一个恶魔 然而这些都是传统的一些猜测相结合的 来解释它们到底是什么 它们来自哪 或者是它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这种做法并不是非常的罕见 居住在北部的一个土著克里族 阿尔康坤部落以及其他部落描述了一种 关于温迪格引起的一个心理或者是精神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温迪格精神病 这个词指患者在某种条件下出现了贪斗无厌的欲望 甚至可以拥有其他食物的来源时也要吃人肉 这呢是一种由于饥荒频繁而出现的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在这种疾病是非许多医疗的一个故事的来源 其中也引发了几项心理学的一个研究 对于土著来说 这主要是来自于森林中的一个黑暗的力量 所支配的一个精神疾病 或者是一个人的灵魂会被感染 而造成的把人吃掉的一个食人者 从本事上来说 这是一种由于精神的一个疾病 表现为一波又一波的严重的同类相识的行为 几乎就像丧失一样 温迪格的精神病呢 被历来的西方学家被视为文化结合的一个增加症 虽然辨别中呢 存在着很多紊乱的一个现象 这个理论的流行呢 主要来自于二世纪初的一个心理学家 这可能造成了对二刚坤人的神话 或者是文化的一个误解 自1661年起 在加拿大区域呢 共出现了温迪格精神病起高达了70余以上 其中有40余人患者呢 出现了吃人的一个现象 这些病患或多或少呢 都出现了温迪格附身的一个症状 大规模发生的温迪格的一个症状呢 引起了1980年代西方心理学家的一个激烈的争论 很多研究者认为呢 温迪格精神病主要本身呢 是一种捏到的一个病症 只是将强化的内容发大 但透过历史记载大量的一个案例 或者是患者的一个行为 又几乎无法直接否认这种病症的一个存在 而温迪格的传说 之所以能够一直流传现在 也跟这些大量的一个病例有直接的关系 温迪格的传说和温迪格症的一个精神病的病例 从本质上来说 是两者相互联系的一个文化整体 因为你很难分别 哪一个是在前 哪一个是在后 是先存在食人魔的精神病患者 才捏造出来温迪格这种可怕的怪物呢 还是先有这种怪物的出现 才诱起了人们出现温迪格精神病的一个症状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答 在流行文化中呢 温迪格也常常被描绘成一种血怪 僵尸巨人或者驯鹿等多重症状的一个现象 关于温迪格怪物的形象 听起来像是一种巨大的一个大脚怪一样 所以将许多大脚怪的故事中呢 关于温迪格传说等讨论 温迪格传说中呢 是当前大脚怪文化流行的理由之一 大脚怪的流行通常在20世纪50年代 那么它不太可能是一种真正的一个怪物 如果大脚怪一直存在于地球上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会知道一些古老的一些传说中 或者是最近的目击者能够见到它 最可信的神秘生物背后 往往有一个被证实的历史 因此温迪格的传说 以及野人的民间传说 和旧史的大猩猩目击事件 都会被当作一个大脚怪热潮的一个背景历史 温迪格或者是剥皮行者的传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美国的一些地方 甚至传说由温迪格存在的一些某些国家 大显的探险者组织去猎杀这些怪物 在这些平台中 甚至还有一些出现一些竞赛 以提供传闻之外的任何生物的一个证据 然而没有出现任何令人信服的一个结果 与此同时 一些用户也分享了一些地图 记录了他们在那里找到 或者是遇到了某种这种生物 关于温迪格的传说 众说纷纭 一种常见的解释 是加拿大当地严酷的自然环境 对人体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过去很多部落 经常猎不到足够的食物 为了避免这种饥荒 或者是严重的一个寒冷而死亡 在极度的艰难的部落会自相残杀 在北部阿尔戈基安文化里 以这种方式来挽救自己的生命的行为 是视为严重的一个禁忌 也许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 温迪格的神话 只是想通过这种恐吓 对行凶者进行发出一个警告 以对其同类相识 毕竟谁也不想让自己成为温迪格怪物 好的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我们后续会推出世界童话系列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后续会推出更加精彩的影片